大家好,我是Steven 我们在上几课中学习了多进程并发服务器的这样一种情况 这是我们并发服务器中的第一个解决方案 也是最简单的一种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在这个多进程并发服务器中需要注意的两点是什么呢 其实综合起来叫做资源 就是资源 那么第一个就是操作系统的内存资源 当我们不断的去生成紫进程的时候 它会占用我们的内存资源 占用我们操作系统的调度资源 还有一个它也是资源 那就是我们的套节字资源 对吧 当我们不断与客户端建立连接生成紫进程的时候 这样就会占用我们的套节字资源 那么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处理好客户端和服务器进程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是一点 就好比我们上学的时候 帮忙给我们一点钱对不对 那我们只能花这么多钱 我们还可以自己去赚 或者是其他的手段去获取 当然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中有一个虚拟内存的概念 这里只是提到一下 那么我们上一节课呢 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服务器的这个逆子 创建套节字的这个部分封装成了一个函数 封装成了一个函数 那么在这节课中呢我们先来开始框架部分 就是我们怎么去实现这样一个多进程并发服务器的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框架部分首先就是多进程对吧 其实多进程我们只需要调用一个Ford Ford函数就可以了 Ford函数就可以了 这里判断是不是紫禁城对不对 然后 我们在 这个流程图中说了 当我们进入 紫禁城之后 那么首先就是要关闭监听套节字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关闭监听套节字 这里关闭监听套节字 主要是为了因为这个监听套节字里面有个引用技术器 让它减一 然后我们就会去处理服务器紫禁城和我们客户端之间的通信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也直接把它封装成一个函数 比如说Process 处理什么呢 处理数据对吧 好的 那我们用什么去处理呢 当然是我们的通信套节字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把这个传进去 那么这样完成了之后 再退出我们的紫禁城 如果我们的处理函数一旦返回 我们就去处理我们的紫禁城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就在这定义一下 在这定义一下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框架 那么 这个紫禁城 它会进入到这里去处理 那么我们的复禁城干什么呢 看我们的流程图 那么我们的复禁城也要去关闭我们建立的通信套节字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一个紫禁城它会去继承我们复禁城的这些文件描述符啊 会给它的引用激数器加一 那么当我们把复禁城的这个 即时关闭啊 在我们的复禁城中也即时关闭 那么它的这个套节字 注意这里是一个实际的值啊 实际的值 那么这个资源就能够一直循环利用对吧 接下来我们就会去处理紫禁城和客户端之间的通信啊 那么当我们复禁城接收到一个套节字之后 我们还可以将它打印出来对吧 在我们生成紫禁城之前 然后这里其他的还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呢 基本上没用对吧 那我们把它删除 那么这一点到哪里去呢 那这些地方这些代码的话 我们就直接跳到我们的紫禁城中去处理对吧 那我们的紫禁城中还需要缓冲区 我们的缓冲区在哪里 好的缓冲区在这里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紫禁城的处理关系 那么紫禁城是不是只处理一次就结束了呢 显然不是啊 那么显然我们的紫禁城是一个死循环 对不对 一直循环下去 直到直到什么时候退出呢 我想让他退出的时候他就退出 那么我什么时候让他退出呢 比如说我可以 因为我们两个要通信对吧 我读到的数据 比如说我读到的数据是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读到的数据是抠 那么我就退出 readbuff 假如是我读到的是抠 那么我就退出退出 这里其实有了一个简单的 这里其实有了一个简单的协议的这样一个概念啊 比如说我客户端给我发什么 然后我干什么 对不对 那么 我什么时候啊 读到了多少自己的数据 然后我这是一个iQO服务器 也就是说我客户端发来的数据 我还要发回给客户端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把这里的re 把这里的函数改成resave 然后在这后面 通常我们把它设置为您啊 在特殊情况下 我们才要去处理它 那么我们存储字节数 我们还需要定义一个变量 对吧 那么这样就OK了吗 好的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将我们的数据发送到客户端去 那么直接就调用sockfd 然后将我们读到的数据readbuff 读到了多少字节 发回过去 然后我们不进行路由 好的 这样那我们的一个简单的 多进程并发的服务器就这样形成了 那我们来实验一下 首先编译对吧 那我们运行对吧 看一下我们的文件是不是这个文件 麦子 Messon 8 Messon 8 好的 那我们运行一下 那我们在哪里运行呢 我们的客户端还没有写对吧 那我们现在就不写客户端了 直接通过我之前告诉你们的tilead工具 可以直接省去我们客户端的编写 好的 那我们的服务器的端口号是8888 好的 那我们怎么来看他是不是生成的多进程呢 一个命令 AUX GREEP SERVER 那我们只要建上这个呢 就可以看到他已经生成了一个多进程对吧 好的 那我们再来一个 端口号 别忘记了 好的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又有一个端口 又有一个IP粘到了我们的服务器 然后这个命令 现在生成了三个进程对吧 然后这是正在进行时的进程状态 那么现在用一个给他发送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按一下S 那么他这里收到的byte是7 那么为什么是7呢 那么这个7很明显不对 是吧 那么来看看代码 7 7 那么我们读到的数据是存到readbuff里面去的 所以我们呢 需要 去计算readbuff的长度 好的 那我们再来编译一下 注意我现在这里是我首先从我的服务器中断 C 那么这里有一个什么必须要注意的呢 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啊 比如说你看 这里我已经没有进程了 对吧 好的 注意啊 这里是已经没有进程了 它操作系统将我们的进程已经回收了 对吧 刚刚我们生成了两个进程 加上我们的主进程有三个进程 那么操作系统此时我按了Ctrl C之后 它回收了我的进程资源 好的 那我们再来编译一下 然后运行 那么继续用我们的这个Tilet工具去连接 啊 连接 再连接 那么用我的第一个客户端给他发一个S 为什么他还是7呢 那稍后我们将会把我们的打印出来 我们的是 会将我们的 字符 发送给我们的服务器 然后我们的服务器呢 会将我们的数据发送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那么再按一下 看到没有 当我发送一按一下一个D 然后他又将D发回给我们了 那我们可以看看他究竟给我们发送了什么 那我们继续打印 如果我们用16进制就可以打印出来他的值 16进制 我打印三个字节看它是分别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READBUFF READBUFF1 READBUFF2 那我们打印三个字节 再来看看 为什么他这里是7 这里是用Strendance求职 好的我们继续从服务器端主动 主动关闭 主动关闭服务器 主动关闭我们的TCP链接 现在我们继续链接 那么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 READBUFF里面有这些值啊 第一个是73 73的Askama值 对应的字符就是S 那么再输入一个S 那么他发挥给了我们一个S 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发挥呢 这个稍后我们讲 好的 那我们是不是这个READBUFF里面 已经存在了别的值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编码的过程中啊 这些变量是需要初始化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初始化一下 memorset READBUFF 这样对吧 那么通常呢 我们这个100是需要定一个红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定一个缓冲区的大小 定义为100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用红来表示 如果我们要增大这个 数组的大小啊 接受缓冲区的大小 那我们只要改变一个红就可以了是吧 通常我们这个红会有多次用处啊 多次用处 啊 这里也这样 同样的BUFF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 连接第一个客户端 现在我只连接一个 嗯 s d 1 2 3 4 那么很明显他发来的 现在用我们的Strange 求值啊 因为他遇到 杠零 他就 结束 对吧 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客户端也可以看到我们发送的数据发送一个字 发送一个字 发送一个字符他就给我们回一个字符 那么 我再连接第二个客户端 同样的他还是可以发对吧 可以发对吧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客户端继续可以发 继续可以发 对吧 这没有任何问题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说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从客户端主动关闭我的 这个 TCP链接 关闭第一个 那么这里已经有提示 Connect Connection Close 对吧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的这个进程他成了什么进程呢 Z是什么 僵尸进程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通信链接完成之后 或者是关闭之后 他并没有回收这个进程 为什么呢 我们在代码中没有处理 对不对 他成了僵尸进程 那么接下来呢 随着我们客户端用的越多 他就会将我们的系统资源耗尽 所以这就是我在本节课开始的时候 说到的我们的系统第一个资源 那么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呢 当一个进程关闭掉的时候 他会向系统发送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就是这个 Single CHLD 发送这样一个信号 那么当一个进程关闭掉的时候 系统对这个信号的默认处理是忽虐 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主进程中注册 这样一个信号来去捕捉 然后再对这个进程进行回收 好的 那么怎么做呢 在这里呢 我就已经写好了 信号不是主要的内容 主要是对于进程的回收 所以所以我们将这些系织末节忽虐掉啊 那么当我们对一个程序的框架 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 那么接下来处理的就是系织的部分啊 好的 同样是函数式的处理 三个 那么这里涉及到的一点点东西是信号的处理 我们把我们的处理函数当捕捉到一个信号之后 我们就去调用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这个函数主要做的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为的PID回收-1表示所有的进程 那么其他的参数呢 都是常用的参数 我们只要调用这个 那么他就可以回收进程 我们在这里安装这样一个hander来处理 然后我们在这里初始化我们的信号捕捉函数 好的 那我们 编译 Ctrl C 然后我们再看看 操作系统会将它回收啊 通常我们的服务后台进程呢 是不会关闭的 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关闭的 那我们需要编译 那么编译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未定义 那么这很明显 投文件的问题 3个 编译 编译通过对吧 运行 好的 那我们再用我们的客户端去 tilead他发送一个数据 发送一个数据 再发送一个 然后再用一个客户端去连接 发发发发对吧 想发什么发什么 那么我们 接下来关闭我们的客户端 close的 那么很明显 这里有一个打印字符串 表示我们已经 捕获到了这样一个信号 回收了这样一个进程 那么我们就可以 看到没有 现在只有一个客户端 和我们的服务器保持连接 对吧 还能发送接收对吧 我发送一个字符 他就会给我回收进的一个技术字符 第一个字符是我 按下按键的时候 操作系统回显给我的 第二个字符呢 就是我发的服务器 然后他回给我的 那么关闭这一个 是吧 再连接 那么在我们前面说的过程中呢 这个客户端来的套截字 它是随机分配对吧 随机分配 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功能呢 是什么 就是 当我们来的数据 我们如何对它进行处理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去关闭 这样一个进程呢 我们可以不用通过客户端 我们可以直接 输入一个抠 表示我的客户端要退出了 然后将我的服务器的这个紫禁程 和我这个客户端通信的这个独立的紫禁程关掉 Return 按下扣 那很明显我这里已经和服务器端失去了连接 对吧 这里 这里 捕获到了这样一个信号 截获到的数据是71 表示是扣 进程没有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套截字 关闭 真的关闭了吗 再连接一次 还是4 对吧 其实这节课有一点繁琐的地方呢 就是调试 但是呢 我们需要熟悉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个框架 创建套截字那几步对吧 然后接受 转换成通信套截字 再去处理我们的数据 那么其实在我们网络编程中呢 通常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通信数据的处理 那么并发服务器的第一种解决方案 那就是这样 就这么简单 大家呢可以 一个是多念几遍 熟悉这样一个框架 还有一个呢 如果大家觉得好玩 那么多创建几种协议 比如说 比如说我再给他 处理个什么字符 创建个什么服务 比如说 比如说我收到一个C 打印个字符对吧 这也算是网络服务的是吧 对吧 好的 此时呢 我们可以退出进程 也可以 将这个字符发往我们的客户端 比如说Send 我们发什么字符呢 我们发什么字符呢 我们发这个字符 是吧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的 我们玩一下 发C对吧 那么他只发来了一个I 再发一个C 他也只发回了一个C 那么此分代码 为什么他没有将我们想要发送的数据 发送回来 那么就交给大家自己去解决啊 这是牛的一个课堂疑问 好的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讲IO